都拿不到你 今天那些人会很后悔 现在今天是世界各地 求我拿房子 我好开心 我好开心 他们后悔了 真的 起码我做对的一样事情 今天来讲 讲得好听的我保护很多文物 讲得不好听的就是 我也对不起很多人 要看看哪一个地方有缘分 还在修啊 登陆国 还在修啊 登陆国 一定是登陆国 我有时候想问一下老师 怎么修完呢 真的 我都不懂 有什么那么难 我拍电影都拍完了 我想他们是喝喝喝喝 反正这个陈东西请 他们去 反正我每次去看还得修 没完呢 我也不敢推他们 这种是戏功啊 这种是张目要配张目 什么老目要配老目 等一下要大一切出来给我看 这边还插两根 我们还在帮你找进一根 反正我想这一辈子 你要老师 我就在那边慢慢推进去 对啊 反正这十二十年 你已经有感情了 你真的叫我赶他们 这我也不舍得 我说来吧来吧坐吧 一许呢 难了是不是 走了走了 啊 妹妹就好 妹妹咧 少年了 少年了 刚刚张主任 你们进来的 张主任 你 你还有获得多少货 我说 我说你有空来看一下吗 好好好 来看一下 你放心 我都会拿出来 因为呢 坦白讲 我东西太多 毒热 不如重的东西 拿出来 都分享这些东西 我问过小房主 他都不行 他什么东西啊 这些 哎呀 他就这样 我不如先拿出来 到那个房子 那个石心包出来以后 我的儿子走出来 你还有重人吗 还有几栋 我说你现在关心了 你现在才知道之前 真的 因为现在年轻人 都不懂这些 希望 经过这一次的教训 把所有的那种建筑 拿出来 给年轻人他们知道 什么叫古建 其实我们中国的古建 非常地漂亮 我在这边 也有一个感觉就是 希望可以搞一个古建基金 怎么样去呼吁年轻人 他们住洋楼 玩洋车的时候 也想一下我们自己的古建筑 因为我们的古建筑 实在是太美 太美了 曾经有一个地方 我刚给了我五百亩地 搞那个搞 结果就快要签业 我才发现后面是用别墅区 我马上就退了 就利用我的名字 其实去做别墅的 那你看我这个公园 这个没有别墅 没有地产项羽 纯粹碎碎 是为当地的市民 中国的公民 一个游乐场所 我会把最好的东西 都摆在里面去 其实这个公园会给我很大的压力 您也说了这个公园里面 表示说是您亲自参与设计 那里面有一些龙标记的东西 是什么能够我们去体验 给你们看 到时候给你们看吧 现在讲出来到时候就不新奇了 反正有五条大道 会很好玩的 相信我 您会把您香港的那个仓库搬到 对 搬到这边来 全部 全部 王子说 他觉得您 他看不上您放股里面的一些东西 现在他后悔了 因为我已经答应了政府 因为我 我要把所有东西 全部专出来给人家看 看我收藏的 可能是不值钱的东西 但是是好玩有故事的 有时候你说 一个几千万的东西 不够一个小东西 一个小的 一个临死的 一个小孩子送给我的东西之前 对不对 这种 很多很多这种东西 所以我就分掉 成龙艺术馆 就是上海的 是所有的道具 比方神话的硅甲 那个咕噜人 十二生肖咕噜 全部是在上海的 那成龙世界呢 成龙世界是我 这么多年来收藏的东西 女人的手镯啊 女人的链子啊 小沙发 这么小的沙发啊 还有一些 哎呀我都不知道什么东西了 反正很多 被 我 我什么都有 我什么都有 我喜欢 我觉得 你有没有看 我是谁 我是谁 那个时候呢 我不是有带条链子吗 是土人的链子 那个时候开始的 我说哎呀 我要找一条链子 我说这个太女性了 他们就买了一大堆那种铝性的链子给我 我这个太女性 结果找了一条不是太女性的那个链子 那这些干什么呢 就开始收藏了 那现在上海可能啊 可能 上海会盖一个 因为他们也是给一个 希望我搞一个 类似 这个成龙公园的 我说我不能 每个地方只有个东西 不能说 成龙艺术馆在上海 成龙艺术馆在北京 成龙艺术馆 那就不好 成龙艺术馆在上海 成龙公园在 一桩 成龙世界 和平园 我可能要搞个和平园在上海 可能 我不能答应 因为我一讲话就算话的 所以我就可能 再下了一个项目 就是成龙和平园 那您现在确定有几栋 这种古建筑捐给这边 二桩 一个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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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栋 一栋 四栋 一定有 那您要 成龙大栋 有这么多的房子 以后是不是要去搞房地产 那个 那个